我们进一步描述这个流浪汉的美好生活 他说了 His few material possessions mak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with ease 他很少的这个物质财产呢 使得他非常轻松的 非常容易的 能够四处游荡 到处搬家 不至于呢 请搬家公司了 这个很方便 这个material possessions possessions就是belongings 就财产 财物的意思 就随身东西很少呗 这个mak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这是复习 26和刚讲过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thing to do 相当于enable something to do 使某人能够做模式 本分钟使他能够四处游荡 这个替换在26和刚刚见过 咱们再复习 126页的第10行到第11行 126页第10到第11行 他们设计出了数以百计的比赛 这可以使我们能够赢得大笔的钱 而广播电视 使广告商能够用这个方式 来吸引百万人的注意力 本分钟也可以换成enable to do 这个跟本分钟 这个代进去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代进去呢就是 enable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对吧 代进去后完全一样 当然本分钟这个from place to place 这个其实在25和讲过 当时讲过from a to b 这前后是不加贯词的 还记得吗 当然本分钟from place to place 这含义呢就各处四处 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各处四处四下里 相当于here and there 这个习语 或者比较文言的heater and there 在四处各处四下里 这heater and there 我们到了四侧会谈到这个习语 四侧第九课 王室间谍活动里面有 我们再分别读一下 from place to place here and there heater and there heater 在古文中就是here litter 在古语中就是there so here and there就是heater and dither 是一样的 四处各处四下里 可以四处去游荡 注意from place to place 不要说成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这个不能这么说 咱们回顾一下25课中 都是复习 这课课间是相勾连的 你看122页的第十四行 122页的第十四行 卡地萨克号在风浪中左右来回摇摆 from side to side叫来来回回的 左右的来来回回的 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吗 这几个read something from cover to cover 从封瓶到封底通读这本书 还有挨家挨户的推销from door to door 还有因人而异from person to person ve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从这个人到那个人他不一样 还有日益改善 improve from day to day 从这天到那天日益再改善 都行 而且前后可以跟不同的词 跟不同的名词的时候 一般也不加贯词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from dawn to dusk 固定搭配 从早到晚 dawn叫黎明 dusk叫黄昏 你看前后都不加贯词 from head to foot 从头到脚 头和脚都是可数的 但这里不加贯词 from top to bottom 从上到下 没有贯词 from start to finish 从头到尾 也是固定搭配的 from cradle to grave 从生到死 这个credle叫摇篮 grave 当然是坟墓了 从摇篮到坟墓 也是前后都是名词 但注意不加贯词 这是习惯的用法 好 回到文章中 他可以随处的四处游荡 为什么 他财产少 搬家方便 不用请搬家公司了 打个包 一背包就走了 东西少 这也照应了 我们以前说的一句话 二十五个讲过这个谚语 滚石不生苔 漂泊的人一生不聚财 还记得吗 a rolling stone gatter snow moss rolling stone叫滚动的石头 其实表示漂泊的 居无定所的人 流浪汉就是个例子 它根本滚动的石头 不会长出苔藓来 不会长出绿苔 那么漂泊的人 一生也聚不下财 财产少 但搬家就访问了 是没有 好 下面说了 by having to sleep in the open he gets far closer to the world of nature than most of us ever do 这个也是看看语法成功的分析 by having to sleep in the open 这是借词短语 当作一个方式状语来用 通过不得不睡在露天 这样的方式 这是方式状语 然后句子主干是 he gets far closer to the world of nature the world of nature 就自然界了 它离自然界要近得多 比什么近得多呢 than most of us ever do 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近得多 就是以天当辈 以地当床 融入到大自然之中去 这个呢 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它这个好处 后面这个ban引导的 可以看这个比较壮业重句 因为那后面给一个完整的重句 比较壮业重句 这个时候也可以单独呢 把味动词省略 than most of it也行 这个味动词是可以省略的 这个细节咱们一会儿会说 第一个 我们看看第一个细节 就是in the open in the open不能说在打开的地方 而是在露天 在户外 in the open 这个习语可以换成 in the open air 是一样的 相当于复词outdoors 在户外 在露天 咱分别读一下 慢慢来 in the open 再注意加air 意思一样 也是壮语 早在露天 注意连读 in the open air in the open air 就相当于复词 大声来一遍 outdoors outdoors 在户外 在露天 都可以 那后面这个 比我们大多数人 曾经向大自然的 距离都要近一些 在这里面可以类似于 than most of ever do 可以把ever do去掉 也可以 没有ever do 单独使用than也行 也是正确的 你看我们看一个简单句子 他比我高 he's taller than I am 这是最众规众矩的表达 这个表达对的 那也可以去到未动词 he's taller than I 也是正确的 than 比较状益从具 可以没有未动词省略 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知道省略的是什么 当然这个在不太正式的场合 这个I比较特殊的代词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 he's taller than me 这时候这个than就更像一个借词的用法了 但是正硬用法还是用爱好一些 因为他省略了这个am 但than me约定俗称的这么说 也行 也对 也可以 下句话说 he may hunt back or steal occasionally to keep himself alive he may even in times of real need do a little work but he will never sacrifice his freedom 这个句子也稍微长一些 咱看看语法成非的编析 那么这个其实有三个句子 中间是由分号 两个分号把它隔开的 分号后面的句子就不一定非得加廉词了 因为分号可以代替廉词功能 两个完整句子中间 如果do号的话应该有廉词 如果分号呢 就未必一定要加廉词了 分号有些英语老师管的叫小句号 就是这个原因 它后面未必加廉词 看第一个小分句 他可能会打猎 乞讨 甚至偶尔偷东西 来让自己活下去 后面那个to keep himself alive 动词不定是 但是目的壮语了 第二个小病的句 he may even 他甚至怎么样 in times of real need 在真正很需要的时候 这是做插入语结构了 五重说明怎么样呢 do a little work 做点工作 但怎么样 but 这个转折廉词 这个廉词不加也行 因为分号后面可以没有廉词 但加上之后呢 表示转折 你不加转折的含义就没有了 在这个加上号 但它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自由 这个我们在里边看到一些搭配 先看这个偶尔 occasional 有的时候可以换成其他的习语 这在后文中会出现 咱们先把它记住就好了 偶尔偶然地 我们先分别读一下 occasional occasional 相当于后面两个习语 第一个 不要翻译成一会儿有一次 我说了习语不能拆开翻译 当作单词来记 偶然地 偶尔 我们大声那边 one thing and while 注意地连读 注意地连读 one thing and a while 在里面 one thing and a while one thing and a while 好 看最后一个 from time to time from time to time 不能说从时间到时间 都是偶尔偶尔偶然地 偶尔会做去工作 让自己活下去 但是他甚至在真正需要的时候 看这插入语 in times of real need 这是复习啊 in times of 在什么什么时候 咱们多次讲过 你像in times of happiness 在快乐的时候 in times of grief 在悲伤的时候 in times of rage 在愤怒的时候 in times of crisis 在危机关头 in times of boredom 在无聊的时候 in times of war 在战争时期 in times of peace 在和平年代 等等等等 在某个时期 某个时候 某个年代 都用 in times of 这个我们在第十四课见过 66页的十二行中间 十四课贵族歹徒 66月十二行中间 在和平时期 in times of peace 看到了吧 跟本文中的 in times of real need 如出一辙 当生意不好的时候 霍克武的戴士兵 到城邦里面 烧毁农场之后 主动提出 给钱就责任 但他不会牺牲自己的自由 后面最后一句话比较长 We often speak of train with contempt and put them in the same class as beggars But how many of us can only say that We have not felt a little envious of the simple way of life and freedom from care 句子比较长 咱们还是先看看语法成分 这个还是有一些病例连词 这儿有个and 这儿还有个but 等于把句子分开了 第一个小病例句 We often speak of trance with contempt with contempt 就想的contemptionsly 因为为家名字像的父子 比一地 我们经常比一地 谈到流浪汉 瞧不起他们社会败类 纯粹蛛虫 并且这么and put them in the same class as beggars 并且把他们 视如乞丐一般 把他们跟乞丐 放到同一个class 不是半继体了 是类别种类 视之如乞丐一般 这是习语 咱们也会说 那么这个and 是并列连词 但后面并列句 的主语还是we 所以这主语没了 but 转折了 但是后面出现了 一个修辞疑问句 how many到句末 是个疑问句 为什么叫修辞疑问句呢 修辞疑问句表示 答在问中 这个问句不需要回答了 它的答案藏在问题里面了 这个修辞疑问句 一会儿会说 会展开说 但是我们多数人 能够诚实地说 说什么呢 这个that到句末 那明显是一个 谬语从句 说say的谬语了 说什么呢 we have not felt a little envious of 我们没有对这个东西 觉得有一点羡慕呢 be envious 后面叫off 只不过前面b动词 它换成了c动词feel 一般过程是felt 但这词不能变 还是这个off 羡慕什么呢 有两个谘语 第一个是 their simple way of life 他们简单的生活方式 第二个跟它并列的是 their freedom from care 还有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 难道没有一点羡慕吗 言下之意是 我们恐怕多多少少 都有些羡慕 这个不用回答了 难道就不会羡慕吗 那就表示可能大家都会羡慕 这个意思 第一个我们看这个with contempt 咱们多次说过 with ease是easily with difficulty是difficultly 对吧 那with contempt呢 相当于we often speak contemptuously of tramps 跟这个副词是类似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temptuously contemptuously 我们在词汇中不是讲过形容词叫contemptuous 后面再加ly就好了 相当于with contempt 又是with加名词 相当于名词 同根父子 是一样的 对吧 好 并且把它们归到乞丐一类 put somebody in the same class as 把某人某物跟他放在同一个类别里边去 这个class在这不是班级是类别 就把它归到这一类 归类也可以用我们出现过的动词classify 后面再加s也行 classify a as b 带进去也行 把它归成跟乞丐是一类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classify classify 本文中带进去呢 and classify them as beggars 把它们归成乞丐这一类也行 这直接用动词归类 效果一样的 后面借词还是叫s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诚实地说 我们对他们这些 简单的生活方式和无忧虑的生活 没有觉得一点羡慕呢 有多少人能够这么诚实地说呢 他是不是问 有多少人请举手我统计数字 他不是真正统计数字 言下之意是 恐怕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些羡慕 这种句子就是我刚才说的 Rethical question 英语中处于修辞一问句 什么叫修辞一问句呢 答在问中 这种问题回答成傻猫了 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已经隐藏着答案 答案藏在问题之中 不需要回答了 我们看到大使人许来 在西风诵中就有个名句 Oh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啊西风啊 如果冬天都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冬天都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还远没有 不知道 请回答 不用回答了 言下之意是冬天到了 春天想必就不会远了 就人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 往往希望就在前头 这时候停一停就过来了 你看这个是个修辞一问句 根本有多少人呢 恐怕没有多少人 能够对他们一点不羡慕 就这个意思 再看几个例子 Who among us has not dream of that 我们之中有谁 没有梦想过那件事呢 有谁请举手 不用统计了 言下之意是 我们大家恐怕都梦想过 这种好日子谁不想啊 就这个意思 再看一个例子 What is the use of our studying grammar If we can put grammatical rules into practice 咱们一块来翻译吧 先翻译的从句 如果怎么样 如果我们不能把语法规则 运用到实际生活之中去 那么我们学习语法 还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 请举手 请回答 甭回答了 言下之意是 不能把语法规则 运用到实际生活之中去 语法就白学了 就没有用了 这是修辞的文句 再看一个更复杂的 我们在这个四册的第二十二课 就是知识和进步 未来会在四册里面 李老师会讲这个书 你看这里面又有一个句子 他说 Could any spectacle for instance be more grimly whimsical than that of Gainers using signs of shenanigans bodies while closest hand surgeons use it to restore them 他说 难道有任何的 spectral 情景场景 比如说 能比下面这个情景 更可怕 更怪异吗 grimly叫恐怖地 whimsical 叫古怪的怪蛋的 比什么呢 比这个场景 that代替前面这个 spectral 这个情景 什么情景呢 Gainers泡兵 使用科学 把人体打得粉粉碎 而近在直屎之处 外科医生再用科学 把人体复原 这谈的是 知识是一个 double edged sword 是一柄双刃剑 他说 难道有任何情景 比方说 比下面这个情景 更可怕 更怪异吗 炮兵用科学 把人体打碎 而近在直屎处 在后方站地医院 外科医生 再用科学 把人体修好 难道有任何情景 更可怕 更怪异吗 用回答吗 不用了 他言下之意 这种情景 恐怕是最可怕 最荒诞的情景 知识 可以用来 这个造福 也可以用来 被人体遗害 这是个 修词 修词一本句 一般多位于 一个文章 或者段落的末尾 或者接近末尾的地方 它可以增强文章表现力 让读者看文章之后 眼眷深思 哎呀 问得好啊 本文中也是啊 你看用作末尾嘛 那么四册里面 22课 也用在倒数 第二句话 也是接近末尾的位置 那都说 哎呀 问得好 知识真是双刃剑的 本文中也是 哎呀 问得好啊 恐怕流浪汉的生活 我们大家多多少少 都有些羡慕 尤其在当代的快捷子的生活中 大家都希望 有那么一两天 完全无忧无虑的日子 尽管我们未必真的去做流浪汉 是不是可以增强文章表现力 而且让读者 还自己主动去思考一下 激发读者思考 表达了更强烈的这个语义 好 27课里面 重点知识特别多 希望大家一定把这个视频反复多次收看 重点把它记得笔记 甚至再重复 记到脑子里面 make a mental note 直到我们把知识完全掌握 好 27课跟李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往常 往常 antiqu 误 误 徯